你好歡迎收看新北站出來帶您走入社區與村落 用不同的視野角度來關心每一個動人故事 我是主持人廖品涵 今天很不一樣的為您邀請到的是 三支區的大家長 三支區長林柯文區長 請現在請林柯文區長先跟我們觀眾朋友打聲招呼 洪樹林的觀眾朋友 也是我們整個北岸的鄉親 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是邀請到我們的區長 這也是品涵第一次邀請到這麼重量級的人物來到我們現場 之前就是在節目跟大家聊一些社區 怎麼去做社區營造 今天邀請到我們一個工部門行政單位 就是一個區域的最高首長來到我們現場 其實今天聊的東西就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要縱觀整個區域裡面有什麼樣的現有資源 然後要以現有的資源去做潛能的發展跟開發 然後找到優勢之後融會貫通之後再發展出新的創意 其實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思維 那在節目最一開始 可不可以請區長先讓我們觀眾朋友先熟悉一下您 就是您過去一直都在工部門嗎 是在哪一個機構服務 那我的經歷應該是比較特殊一點 那如果要講起來是滿長 那我就簡單講我之前在中央 也就是財政部海關當過 然後在經濟部國貿局也認識過 然後在法務部也曾經當過一段時間 那這是整個在中央的過程 那來到台北縣的時候 我是台北縣的時候過來 那就包括新北市的時候 我是在民政局也當過上過班 那過來的經歷當然可能大家會比較特殊的 會比較經驗的 怎麼說 我當過就是等於說是最後一任的 就是新北市的殯儀館的館長 最後有點台北縣的時候 新北市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升格處之前的殯儀館的館長 然後來到我們三支區公所之前 就在樹林護政事務所當主任 是 所以就是幾乎就是都是在從事公職 而且您是從中央然後來到的地方 是 算是就是中央到新北市這樣子 是 真的都是公職還滿厲害的 那來到新北市 然後 知道自己要到三支當這個地方的首長的時候 有沒有 一開始對三支的印象是什麼 坦白講 對三支來講的話 之前當然三支最有名的就是想到是 李登輝前總統的故鄉 這是我想這是第一個印象 是 那過來真正跟三支的接觸 也就是我在當館長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在整個我們當時的就是 新北市有台北縣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就是骨灰的植存 就是所謂在三支的叫櫻花生命園區 那應該知道主持人應該知道 那那個地方那時候就帶著同仁過來 在整個初創期到整個陳寫 那都等於說在我帶著我們這個團隊 那完成 所以那段時間可能是跟三支的B類接觸 就是這樣子的因緣際會之下 也是因為工作關係來到三支 那我今天才知道原來那個示範 那算是示範公墓對不對 對也就是現在目前是屬於三支的示範公墓 那示範公墓是我們三支的 那整個的植存它當然是屬於整個新北市的 新北市民都可以這樣子 其實植存植存它就是樹杖 也不叫樹杖 那樹杖是有個樹 那植存是有點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如果有去過的最早的就是在我們的 金山的那個金山的華虎山不是有一個植存嗎 當時我們台北縣的也是我們新北市的整個植存區 那是最早的 那等於說希望公墓門 也是要有一個類似這種植存的這種地方 那第一個當時就選定在我們當時的生枝 就叫櫻花生命園區 我覺得到過那個地方真的滿漂亮的 就是可以永遠伴隨著櫻花生長 然後又可以變成櫻花的養分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對就是一個永續的概念 那其實觀眾朋友現在知道就是新北市升格之後 我們區長不是民選 是就是市長來指派的 所以說指派的首長的話就是可能會 一段時間就會一直做更換 那所以說每一個區域的公所員工 可能必須要很快的時間去趕快去適應他們的 他們區域裡面的那個首長 就是要趕快進入狀況 可是我看到三支區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區長對大家是要去適應區長沒錯 但是區長他會待人待刑 他會先 我看到的是就是他會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跟公所員工先當朋友 然後去讓他們更快的適應區長 所以我想要知道一下 就是區長您之前在公部門擔任公職的時候 就一直是這樣的模式去帶領你的下屬嗎 這應該分 這樣講講分兩部分來講 那首先是針對我個人的個性 可能是我的成長過程 我的求學過程 我的個性就是比較 不願意受到太多的自治的束縛 那我希望就有以輕鬆愉快的心情 來面對整個我們公職的生涯 那當時因為本身也不是首長吧 那只是有這種的期望 但是未必能夠真正的實現 那當自己正式當場首長之後 那等於說是互有這整個 你這個機關的 這整個同仁的一種上班的氣氛 那我想這個我認為是說 我們要扮演一個很重大的角色 什麼角色呢 我認為說大家把每天最黃金的時間 所以說等於上班等於說 一般我們就講朝九晚五 或者是朝八晚六 那我想這個時間 你最寶貴的時間 就是在你的上班的時間 那如果說 因為當然我想現在大家壓力都很大 工作量都很多 那如果你又抱持一個很大的壓力 很不愉快的心情來上班的話 那對自己的健康 對自己的生活來講 我想都是一個不好的狀況 那因此我認為想說 你何場一樣要做這件事情 你何場不予 輕鬆愉快的心情 來這邊上班 然後把這件事情圓滿的完成 那我想這個扮演這個靈魂人物 那就是首長必須要去扮演這個角色 是了解 就是給你壓力工作也是一天 然後讓你快樂工作也是一天 就是這樣子一個理念 那現在在螢幕上可以看到 就是區長其實就是 他滿可愛的 他早上會跟工作員工一起跳早朝 然後 偶爾也會加入員工的一些 下班之後的休閒生活 像是打桌球 因此公所員工得了獎牌 對之前是得過 那我想公所本身 有幾位都喜歡運動 那我想當然女生的話 可能會參加什麼運力超的這種活動 那剛才主任提到這部分 那也是我常講就是說 我們來到這個機關裡面 我覺得每一個人只是職分的不同 那每個機關大或小 希望都把它當作一個家庭 我們講家庭的話 爸爸是扮演什麼角色 媽媽是扮演什麼角色 兒女是扮演什麼角色 我也希望機關裡面 就是像個大家庭一樣 那希望讓它融入 那長官 我想長官不要說 就是一定是高在上 然後同仁不敢親近 那如果大家能夠融為一片的話 來講話 那我想說工作效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我想氣氛也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也藉此提升公所內部的 行政效率跟員工的 一些績效這樣子 對那其實 這真的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思考邏輯思維 對 那現在大家走進三支區公所 會發現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它跟其他公所不一樣 因為其他公所走進去可能會有一種 很嚴肅 就是一種辦公樹木的感覺 對可是三支區公所卻特別不一樣 它一進去就是 哇 好漂亮 都是一些社區營造的一些成果裝飾啊 對當初怎麼會想要 其實還有一點喔 現在是這個裝飾 但是在這個之前是新的 那個是什麼服務台 對 對好像就是公所會 因為您上任之後 公所就一直不同的在做不同的面貌 對 更換面貌 對這也是您的創意發想嗎 是的 是的 那我想一般人都會認為公部門 就好像是一個冷牙門一樣 然後一般人坦白講到 他沒有特殊的事情 他也不願意來 對 來的時候看到好多的 過去的這些上班的同仁 那或者高在上就覺得 我想過去大家詬病了其實 就是說 他們會覺得就是說 除非得以他不願意過來 對 那我認為想就是說 為什麼不把它改變一下 比較活潑一點 那就甚至說 你不見得要有事情 那我想在三次的地方 很多里長 可能大家清楚一下 就說 里長他上上沒有事情 他也喜歡在公所裡面 坐坐跟同仁聊天 那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是很好 是 那為什麼他願意來 就是這一個氣氛 那他是一個活潑 自由自在 當然我想前提上解釋 他不是隨便 那我們還有一個制度在那邊 那他至少說在整體上 那我們現在 剛主持人講的就是說 整個理上 那我們在硬體上來講 他就改變 除了人的 每一個的態度改變之外 還有服務效率比較高之外 那我想整個硬體上 我們也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在環境上也提供 來洽工民眾一個不一樣的氛圍 這樣子 活潑的感覺 是 所以之前也有這樣子的 還是說 因為之前可能 不是一個區域的長官 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 那我倒是沒有去真的 跟別的機關比較 以我帶過的 除了冰儀館不講之外 那我想整個 如果大家可以了解 以樹林庫政書所來講的話 那經濟的話 我想也是有 剛才主持人講的這種的氣氛 那整個環境上來講 也是有很大的改變 真的很棒耶 我覺得 就是真的是以我 因為平常 我可能跟公所接觸比較多 因為工作關係要去採訪什麼的 就是 真的是每個公所 每個公所的特質 但是走進三支區公所 就是有一種很歡樂 很輕鬆很像家庭的感覺 就像是剛剛區長講的 對 其實在節目一開始 也有講到說 就是當一個區的首長 他必須延續現在的傳統 現在區內的傳統跟特性 但是他也要去發展 就是區內的不一樣的 潛在的特質 那新的跟舊的要怎麼去融合下段節目 我們來告訴大家 那所以請大家現在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台灣人很環保嗎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是不是一隻鴿子 背著高麗菜 那是環保標章 你看這邊有說環保啊 你看全天然這樣就好 不是嗎 有環保標章 才是對健康好 對環境好 而且經過政府 都嚴懲通過呢 最好還是上 預設生活諮詢網 台灣人 你們真的很在意環保耶 難過 而且好 探索市不知其他 好像是咁針 探索市新樂趣 河畔美景在咫尺 地井毒鸭秀惊奇 健康运动好活力 每场精彩的演出 都有一群专业的团队在后面支持 每一位创业家的舞台上 也有一群专业的团队在后面相挺 创业是一场大秀 我们总是在你背后 创业圆梦我们挺你 嗨 您叫阿姨 阿姨出生了呀 什么 占华德文有真的有限制计 你群专业上有限制计 中文字,短字是 imag本 长江苏东丸 中文字一直是肯定自身 但你老是指下 第六条目的入口是其中一 只要大交易者和徒与现在还有一名ct 保护人家很大 但这都是麦签几十分不止 今次 只有六条目的多数目 中小社里的成熙比特勢参加二条目的 约和组约美瑕大 好多的 为臨庆人这个兽兽兽而已 但是它们为了 您订阅电 month 1 699 这是招 touchdown之间和其他一起进行 这些人都没有必须保证及其他人的朋友 我回来了 因为家火让世界听见我的歌声 伸出您的元首 许多肉是孩子 也会因为您的帮助 找到孤虫未来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刚有跟观众朋友聊过 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三支区的区长 林区长来到我们现场 那区长他去年 去年就任 前年 前年就任之后就开始带领工作员工 开始有不一样的道路 不但先安心 先让工作员工有一个愉悦的心情来上班 然后接下来他要就是整合区内的资源 而且要去创新发展 那也让 让民众知道 就三支不再是以往刻板印象中的 樱花 铜花 还有角白笋 这些可能会因为季节而迁移的农特产品 所以现在有开始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得到的特色 那透过接下来这段影片 就可以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三支区现在有什么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得到的特色 为了提升三支区观光及经济发展 以往三支区公所都会举办樱花祭 以及焦白笋节的系列活动 卡罗道樱花 焦白笋都是一年一次的作物 今年三支区公所向文化局提案 获得小农与艺术文化保存的补助 而区长也特地走访在地艺术家 希望透过这个补助计划 让原本就有艺术之都美称的三支 能够拥有一个不会因时节而迁移的观光亮点 大家知道三支是好山好水 它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环境 所以它酝酿了非常多的艺术家来这边聚集 那它各式各的艺术家都有 那今天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探访艺术家的当中 那我们希望是能够结合了解整个艺术家的整个创作的理念 跟他们对这一块大地的喜爱 那来对说触发上我们提供一个它艺术家的平台 而这一系列的走访艺术家来到了原山里 许宇仁老师的创作空间 以油画水墨与多媒材最为著称 许宇仁老师表示 山支的好山好水好环境 总是给自己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 也开启自我创作新界缘 藉由抽象的花卉植物与自然风光 发扬了深深的在地情感 也推荐了几处自己创作时必去的四方景点 有平原海边 所以它那个山水的豐富度 它有一个比较长久的历史 比如它以前是种茶还有种染料 淡水感又很近所以我选择山支 离台北也近 来这边画画就是因为我喜欢大自然 我大概我画画表达都是跟 我现在住的地方比较有关系 因为我在山支新住了快二十几年 所以我很关怀这块土地的 包括生态人文或艺术 因为我海边我最喜欢林山比 林山比那边有个小一样走过去 以前很少人去那边 那个三角形的石头 大概我画三角也都跟这个有点关系 那一张有点三角形石头 因为很少看到 那个石头又很硬 再来就往山上的 比如说阳明山国家工 或是当地的提田 人际不多的原山顶 眼前的这一栋半废弃白色建筑 经过许宇仁老师的巧手整理 成为了孕育许多创作灵感的工作室 简单却不简陋 而一幅幅的艺术作品 都是对于土地关怀情感 与自我锻造精神的呈现 借由文化局的经费补助 让这一份可贵的在地情怀 永续保存 记者廖平函三芝参访报道 大家可以看到区长他还亲自去走访 就是在地的艺术家 其实三芝区其实有非常多的艺术家 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 但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区长当初怎么会想到 想要结合就是艺术家 其实还有小农 不只是参访艺术家 他还有去拜访地方的小农 那三芝区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小农跟艺术家都非常的多 就是整个就是淋漓在三芝的各个区域里面 各个角落这样子 那区长当初怎么会想到 要去结合小农跟艺术家 来发展三芝的特色文化 好 那本身大家都清楚 三芝它算是一个农业乡 过去一个农业乡 当然它是以农业为主 那农业为主的亲密之下 那当然本身农夫就是所谓的小农 那比如说正所的稻米 还有刚才主持人讲的几项特产 那当然这是本身这个地方的一个过去传统的特色 那讲到艺术家的这一部分 那整个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了不了解 就是说整个以北爱岸 包括就是从淡水 三芝 石门到金山 这一带遍布了很多的艺术家 然后在这遍布那么多的艺术家之以 那据我们所了解 是以三芝的艺术家是最为多 那也最为集中 那这艺术家就是包括了所有 包括我们所也知道的 绘画 书华 陶艺 还有彩绘 各式各类的艺术家 然后这些各类各式的艺术家 他的在这分类里面又分得非常很细 那我想了解艺术的人会知道 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资源 本身它就有成型的 那我想当时这些艺术家 会选择到三芝这个地方 烙基 那我想当然有很多本身这个地方 好山好水的这种气候 然后它本个整个场地上 也容易让他们来一个创作 那我来这边后发现就说 三芝这个地方既然有那么多艺术家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将它这两个东西 两个本身是一个不同方向的 不同性质的 怎么不把它结合在一起 也因为这种的灵感 那促使我认为就说 那这部分是不是可以结合 那因此我们才会说 刚才主席你讲的 从那我从七年开始 我就朝这方面去拜访小农 然后去拜访这些艺术家 然后走往之后 那我们也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是就是亦厢情缺我记得 是的 对 也是区区长 就是你来第一个 历年来都没有办过 就是山芝第一次办这样子 就是整合性的大活动 不过听起来就是 我当初在接触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小农跟艺术家 我好难好难想像 他们两个可以就是match 结合在一起 对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说 他们可以结合 这当然本身就是我们讲 就是说很多东西 我们去把它想成一个 创意的改变嘛 创意的改变 那我想本身的艺术家 他们在以我们三芝这些艺术家 根本来讲都是属于大师级的来讲话 那有些人他认为 我在我这个领域来讲话 我自己突出 我自己表现 那跟你工部门来讲话 并不见得要跟你工部门 有多少的接触 那因此我认为我们工部门 必须走出去 走出去就是比较主动的 提供他们一个平台 来让他们展现 他们的艺术的成果 那艺术成果之以 那我想包括小农部分一样 我生产的东西 我也希望能够在 这个地方能够展示出来 那我认为说这两个东西把它match起来 那当然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 我们就最基本的 我们做一个艺术家厨房 艺术家厨房就是说 利用我们当地的有机无堵的这个食材 那再透过艺术家的这种创意之后来讲 同样是一样菜肴的话 可是这经过艺术家加持之后来讲话 那我想它的特点 它的特色就不一样了 真的 就是我也有参与到去年的艺术家厨房这个活动 就是你到那边我会很难以想象 就是艺术家们竟然在下厨 那它端出来的东西就是艺术品 但是却是能吃的艺术品 非常的有特色 那其实刚刚在就是刚刚的影片中 也有看到就是区长 您必须要到艺术家的家中去参访 而且您刚刚有提到说 这些艺术家可能都是在各自的领域 非常的有专业的有深度的艺术家 那它也是就是多媒财的部分 区长每个区域领域都必须要去了解 这样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这样子 辛苦是不会啦 那本身我想本身 那我对艺术文化这一块 我本身也蛮有兴趣啦 那过去也当然稍微裂色一点啦 那是不足挂齿的东西 那我想这一部分来讲话 那我觉得必须提认起来 这一个我们这三个特色 那我想除了过去 我们讲这些农产品之外来讲话 唯独就是艺术的这一块 是真的是可以提升的部分 而且为什么要提升这艺术 大家知道现在普遍性来讲话 那生活压力比较大 那我想一般里大家的基本生活 都已经不错了 那我想就过去讲十一住行 那我想说唯一能够提升到 你整个艺术文化 那艺术文化除了我们刚才看到这部分 那我想包括还有很多的音乐啊 这提议这方面 我们可以把它广内的 都把它当作艺术嘛 嗯 这种情形如果大家有了解 有兴趣 跟每个人他的潜在的能力 大家就这个地方 那不知道主持人过去在 前年应该有采访过 是 我们一个素人妈妈吗 素人妈妈 就是很多 他不是经过专业的 的 的书画的这种的信念 但是他也能够画出 能够开个画展的这种情形 那我就这么说 这个你看看 他们 大家把这种心情之语 那能够再寄托以这个艺术文化方面 那我想整个 大家整个心灵城市来讲的话 那我想它是提升的 那每一个人是快乐的 哦 所以就是在艺术熏陶之下 就是即便你之前没有这样子的 先败之士 你还是可以去从事 这一块领域的 是可以 去创作啊 这样之类的 所以素人妈妈也是这样子 她没有 对 对 没有经过正式的这种 学院派的这种的信念心头 那我想很多就是 坦坦刚才看的 小孩子一样 他在那边纸上 土土摸摸 土土沸沸 那真的来讲的话 他 他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创意 那我想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的专场嘛 那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 艺术文化它是不限内的 没有一个极限的一个换手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是 就是没有局限啦 就像是区长刚刚讲的 他的个性就是不受限制 他没有局限 但是就是在原则之下 不要随便就是好的 好的发展这样子 对 那就是在个别访谈中 就会发现说 可以发展这个区域的领域 那我还发现一个地方就是 其实在做这一块 并不是只有公所一个人 一个单位在冲 区长他会把就是这个idea 分享下去给各个社区 然后各个社区反而就是 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然后也执行了公所这样子的理念 对不对 就是社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呈现嘛 对 那我想在整个比较偏偏 我们在偏偏的地方来讲的话 那社区的话 他是扮演一个很重大的角色 那我想每一个社区 他除了他本身的先天的 他这个环境的这种特色之外来讲话 他因为他整个配合他整个环境之一来讲话 他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特色 那我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比如说可能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些的 比如说这个特色他可能适合彩绘 是 适合做直闪 是 这都类似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是你这一个社区发展的一个特色 那也藉由这个地方 他也算是艺术的一部分嘛 那我想藉由这部分来讲话 让集合这个大家过去就 可能就待在家里的一些的 一些可能没有上班的比较年长者 那能够走出来 走出来之一来讲 除了我们手动一动 那代表说我们自己身体健康 这个手脚灵活之一来的话 也是因为促进到我们整个他的这个 这个脑筋的动 这个活动之一来讲话 那就大家共同在这 互相的顺便聊天 或者顺便来创作 那我想也是带动这个社区发展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 所以就是 西山之区有七个社区 对 对 七个社区他现在就是各自发 也不能说各自发展 就是他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但是他们现在都朝一条路发展 就是发展山之的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得到的特色 就是像是他们会有一些 手作的植山彩绘 还有 焦白笋壳造纸 蓝染都有 蓝染 对 就是非常有特色 然后在公所现在正在展出中 那有预计要展到什么时候吗 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两三个月内之 就是我们大家到公所吧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公所也变成一个社造的展场 就等于说 公所是非常支持社区营造 是 所以说就是提供一个展场 让社区来做营造这样子 那区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走访这么多的艺术家跟小农 有没有特别的一些 因为其实 不只是只推 推广艺术家跟小农的作品 跟他的农作物层次 他其实还是在推广他们的一个生活形态 我看到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区长到一个环境中 他其实不是只看他做出来的成品有多少啊 他没财啊 走马看花看一看他的作品 他是还要去了解说 这个艺术家这个小农是怎么去做生活 怎么过生活的 那有没有特别有被触动的生活形态 这当然是有 那我想整个过去大家的观念 毕竟艺术家好像比较另一类的人士来讲 那可能就是一般大家 变成说这艺术家可能都是天马行空 他们可能过的生活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 这边可以证明的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 也是人 对 只是说他们在创作上来讲的话 他们的想象的空间 可能比我们一般人想的比较多 那可能 但我想一般的民众的话 只是说他的潜能可能还是有 只是没有这样去开 还尚未开花而已来讲的话 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创作的这种 这种思想理念 那我想每个都有 那去探访的这个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到来讲 我们拜访的很多很多的艺术家 那各类的艺术家都有 当然我们除了去看他的整个的 他的艺术品 那看他整个创作的过程之一来讲的话 那我想最主要的也是要了解说 他们创作的理念 他们的精神 他们所要表达的什么东西 这是他们的主要的情形 那当然在这过程中 也看到他们的整个生活 的确他们的生活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这种生活 只是说他们的想法 他们为了要这样促进这整个 他们的一个思想 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精神能够发挥出来 他可能借着这个创作品 来表达他个人的这种的意向在那个地方 来讲的话 那我想也让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 我们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也吸收很多 也了解他们整个创作理念 那对我们这个整个人生 整个对我们这个整个人生的一个生命 或者一种对思想心灵上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很大的提振 那因此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鼓励说 像我们这一次做了 艺术家的地图 那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不是光在我们 只带个领头而已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民众 也能够透过这个情绪 那我们去接触这个艺术家 那我想就打破过去大家认为就是说 艺术家是高不可堪 或者说你是跟我不同的领域的 可能我想他也很愿意 跟我们一般民众做朋友 是 所以区长他替民众开发了一个新的领域 然后再把民众引进来 然后让民众自己去深刻的了解说 就是其实艺术家他也是人 他也是要生活 只是他生活的形态 跟我们有一些些不一样 但其实理念可能会有一些match到 所以民众不妨可以去 就是参考我们的深知的艺术家地图 可以去实际的走访这些 去拜访这些艺术家 然后看看他们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那区长为我们找到了这么多的资源 接下来难道救援资源就要舍弃掉吗 其实不是 但如何去融会贯通 其实是非常难以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是区长他克服了 下一段节目会来告诉大家 区长他怎么去走上这个创新的道路 然后又不舍弃救有的资源 我们马上回来 他们看不见 听不到 为了更进一步接近自己的梦想 他们努力甩开世俗眼光 突破一些限制 在街头 打造属于自己的舞台 让我们看不见 我们下期到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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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嬷 这演唱会超夯的 可是好难买 那还不简单 您看 用电视就可以帮你搞定 有心电视数位化 不但画质更清晰 还可以用依捷数率串联网路 享受多样化的数位加持服务 让我轻松成为生活智慧王 自动开大灯 为了我们的安全跟我一起练大招 一个执奏 两个执奏 右边的线奏 一个转弯 一个执奏 执奏的线奏 一个转弯 两个转弯 右边的线奏 两线奏 变一个线奏 右边的线奏 两线奏 变一个线奏的线奏 你和朋友约好一起骑身反倒 说是要送给自己的毕业领域 你们快点 可是 妈妈在家等你好久 等不到你回来 妈妈什么都不要 只想要你安全回家 五斤三点斤 妈妈说 不准来拍资 妈妈 母亲 五斤三点斤 妈妈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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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刚刚有聊到说 就是三支他找到新的资源 那旧有的资源该何去何从呢 接下来这段影片就是告诉大家 原来新的资源跟旧的资源 摆在一起竟然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新火花 我们看一下这段影片 新北市角白笋节 在上周六日圆满落幕 活动现场邀请到许多农友 社团贩卖产地最新鲜的角白笋 以及农作物 而新北市副市长也来到现场 在开幕仪式上与众议员区长 一同开启三支水梯田异象 拿出当地最优质的角白笋 象征角白笋生长在三支 纯净的水梯田环境 因此格外先天 对此副市长李思川也为三支的角白笋 来做推广 欢迎民众来到三支 平常选购 这个是全国最好的角白笋 就在我们三支 因为它用的是大屯山跟阳明山水梯田的浅水来种 那尤其气候 早晚的气候变化很大 让我们角白笋在这里的生长 所以实在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尤其我们三支的乡亲 对于栽种角白笋 已经有相当好的技术 所以今天看到相当多点 我从刚才从底下上来 大概也有采购了 也有来这里游玩了 那我想我们一年一度的角白笋 会越办越这个本身越大 今年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 比如说一些的民众的一种体验 那之外的话 那我们今天有我们现场的一个 像嘉年法的活动 那在民众馆里面来讲的话 那我们今年也增加了有盆栽 还有贴票券的这种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活动 那能够打销行销 那来一个打造我们三支 更大的一个农业的发展 受到日前梅基台风的影响 熟成其怕风的焦白笋 因为风灾的侵袭 早熟种受损约有五成 而缓熟种损失更是严重 但农作物的损害 不影响农民的韧性 依旧端出品质保证的三支美人腿 与民众分享提供游客来选购 对此四位新北市议员 也不约而同的为农损农民来做发声 期盼透过政府的协助 能够让损失降到最低 有很多的客户可以来我们三支选 以外 将我们三支痛好的这些农山病 也可以来推销出去 让大家知道 我们三支的农山病 可以说是痛好痛好 因为今年天气的关系 那我们农特产有减少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美人腿 也减少 所以我们农民一直在说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 减量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柳营局长在这边 我们都有要求他 一定要对今年的天气的 对农特产的减少使施 一定要保充 让我们所有农山品 地瓜品 让农民 这回复充这个 刚才我们正在说 4年多了 不过我们也说公共 让这些机会 价值会比较快乐 收成保重 让大家知道说 三支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游玩的好地方 那藉由这样子的特色呢 带动我们地方的观光 以及我们这个三支的活力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说 三支的这个官方产业呢 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 行销到全台湾 那我们也希望农业局 还有副市长 一起跟我们四位议员呢 我们一起加油 今年角白瞬街也结合公益活动 发起角白瞬彩衣捐衣 还有满意捐衣的公益活动 目击所得全数捐给公益团体 让民众在农事体验的同时 也能够传递爱心 照顾弱势的族群 赋予角白瞬节更深沉的社会责任 与意义 记者 廖品涵三支采访报导 就是刚刚那个画面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区长救人以来的 第二个角白瞬节 然后这个角白瞬节 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它已经有结合了 呃 艺术家跟小农的展品 就像是刚刚画面有稍微带到就是 现场有那个散的作品 其实就是艺术家他做的 那他在上面也就做一些 就是地方的一些特色彩绘 那区长总会想要 将这样子的艺术品去 带入我们三支的大活动中 是希望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吗 好 那刚才主任讲到就是 我们角白瞬节的这个活动 那我想这是整个既定的政策 那我想每一年都有在办 那我们 因为上我们并没有改变这一个活动 那必须再存在 那存在之以 那我想既然要 要有稍微的 要融合到当地的整个艺术文化 那我想整个像在去年的角白瞬节 那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艺术家 那当然一个蛮有名的吴仲宗 吴仲宗吴老师他 他做一个彩绘的一个 直散的一个彩绘 那我想说 那天在整个场地上来讲的话 就增添了很特殊的一个光彩在那个地方 那此外来讲的话 那这一次我们也利用到 我们整个三支的比如 樱花跟角白瞬的特色 那我们有做到什么樱花娃娃 就是来讲也在现场 那也造成那天的一个亮点在那个地方 那我想 这也是一个突破的一个新的尝试 那大家也接受度蛮高 那甚至上来讲的话 我们的地方上 我们有比如说 我们的马歼医学院 马歼护砖 那马歼护砖他有餐饮科 那餐饮科的话 学生的话来讲的话 那这一次我们也透过我们就地的资源 那请他们来创意 以我们的比如角白瞬来做一个 创意的非常多的一种干果 比如说饼干之类 或是餐饮的东西 那也让他们整个学校来讲的话 有一个花卉的空间 那等于说我们是能够 利用就地的资源 那也利用我们本身的特殊的农产品 把它结合起来 那我想这也是算是一个艺术品的呈现 那因此的话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次的角白瞬结 怎么跟过去有所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想突破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 所以其实它不只结合小农业艺术家 它还结合了其他的资源像是学校跟社区 有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们那时候还有一个 呃 那是算是赠品 是 那叫什么 三合社区做的那个花 小农做的那个花 是给人家做伴手礼 是是是 对那还蛮特别的 就是它也是小农种的 对对 酸酸的 哦 我突然想不出他的名字 就是说 就是我们还是以本身的当地的食材 是 食材那经过 那当然社区妈妈 这些的整个改变来讲的话 那或者说 利用到我们整个的 整个匣区内的一些的资源 现在的资源来讲的话 那改造起来来讲的话 是 它变成一个新的成品 那我想呢 也让大家能够有所分享 要借我这活动的时候 来讲话 来赠送给参观的民众 我想起来是洛神话 这等于说 它也是靠 这样子一个既定的大活动 像是樱花祭啊 桶花祭啊 跟角白笋节 其实都会办 就是三支的三大活动嘛 既定的活动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再透过这样子小小的一个小细节 去散布我们三支的特色 其实是很厉害 很会利用资源 跟利用这个时程去推动这样子 而且就是角白笋节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不是因为我爱吃角白笋喔 是 很贴心的就是三支公司 还做了这个 这也是第一年做吧 就是角白笋的50道经典 与创意的食谱料理就是了 对 这一个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 那刚才来讲的话 角白笋就是我们三支 出产一个特殊的一个农产品 那我想说大家过去知道它是美人腿 那也获得全省全国大家都非常的知名度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这整个创意料理 在我第一年的时候来讲的话 那我就在网路上来讲的话 已经有几道请我们当地的一些的 非常多的一些的大厨师 对大厨师他们来 就接着这个以角白笋为它整个食材 当地做了有几道 那当然在网路上有 等于说也让大家能够去分享 那在去年的话 那我认为想去说 那已经有这么多的这种的 这种菜色 那当然我们在坊间上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食谱 那食谱都做得非常精美 那我想它各式各类菜都有 那我想我们自己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种的水准 但是我们何场不以我们 自己的角白笋的特色 来做一个简单的食谱 那因此才产生 刚才主持人拿了这一本的 50道菜的角白笋的食谱 产生 我觉得这本食谱很重要 因为一般就像是 我们可能就是季节很多角白笋 那你买了之后就清烫 然后沾酱油池 想不出其他的 但是那本料理里面是中西式 各式的料理都有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区长他还是纵观一切 他集合社区 店家 在地小农 跟艺术家 去完成了这一个 三支区的大活动 对 那区长最后可不可以问一下 就偷偷告诉我们 因为现在是樱花季嘛 是 那现在樱花开得怎么样 目前因为可能是今年暖冬的旗行 那整个樱花袋本身在石层上来讲 有开得比较慢一点 那目前的话大概整个花矿的话 就像我们那边的极野樱 八重樱来讲的话 以花花来讲的话大概开个一两层而已 那可能还要再隔个一两个礼拜之后来讲话 那才整个会盛开 那我知道接下来好像就要 我们三支的樱花践行活动要开始了 那今年的践行活动 有没有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有 那同样的也是回到就是说 樱花的这个活动 也是我们每年度的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大活动 那今年的大活动 当然也是延续过去 就是说这个活动的 必须办理的这种 这种的主要的内容之余 那我这一次主要的改变的话 我们就不特定说以哪一天 当做我们整个活动的主要的日期 那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它整个是樱花季 它是一个季节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 樱花盛开的这个季节 那就欢迎大家能够来赏樱 而不是特定说 某一天才是樱花日 因此这样说我们这一次 把时间拉长 就是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比如在礼拜六礼拜天 那我们整个来讲 在我们整个的山深步道 那有很多的我们的农屋的市集 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也办理一个践行活动 那也借着就是说 那以赏花为主 那践行运动为辅的这种情形 那我们办理这一个整个活动 主要就是 就改变过去那种就是 唱歌跳舞的那种舞台秀的这种 这种的活动 是 就是今年的活动不再是 集中在某一天就是火力全功 现在就是分了四天 四天 就是两周四天 两个六日 然后让大家喜欢赏花的啊 喜欢运动的民众都可以一起走出来 然后透过这两个礼拜 你可以看到最漂亮的櫻花盛开的情形 然后也可以就是运动到 你每周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樱花的花矿这样子 就是可以边走边欣赏 那其实就是聊到这里啊 大家有发现 一直在聊小农跟艺术家 那我发现就是 其实去长他也是 三芝区的小农跟艺术家 因为他彩绘了三芝 然后为三芝种下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希望的种子 现在就是 因为毕竟 新的资源再跟旧的资源结合 需要一个磨合期 大家也看不出一个既定的 他会怎么样发展 那所以说未来的发展 是让人家非常觉得 惊喜跟期待的这样子 所以就是很谢谢我们区长 今天为大家 为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三芝 然后新北战出来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